第二件事 當然你剛才提到 最重要是看外圍 外圍都見有很多人繼續追問美會 因為又的而且跟我們上個星期講的差不多 去到一些比較牛皮的位置 上一次的牛皮位是103 現在去到105 左右 你都是維持一下108 是不是? 107、108 第一下 牌又真的暫時 站一站 站一站再上 遲一點點 暫時歐元那個 在美匯那裡的拉力比較大 歐元現在都在猜真是要再加快那個加息步伐 沒什麼關係的 始終加息都是美金會快一些 接著都是避險的 都是會升一塊 你勾完這張圖就是美匯那張反轉上下 upside down 你來到這位 你是之前的底 美匯之前是它的頂 你站一站 站一會就再下國了 你看看之前那位站了多久 之前那位好像站在三四個星期 可能這位站在三四個星期 不知道 差不多了 目測應該是三四個星期 但是那位先站一站 你說108呢 我在想這個月其實都有一些可能性 會不會是一些催化劑 例如你14號 就是月中就會出一個CPI 就是如果多一顆數 真是令到那個通脹是更加確定 月中的儀式 是的 兩個 通脹再加上22號的FOMC 加半厘有機會 現在的大行又重新 剛剛幾天前沒有寫過一份報告 已經高聞那些說 是啊 是啊 聯署局的那個開會講那個貼面率加加半厘 通脹現在可能快了 慢慢你掌握到它 一路看到數據那個口風的變化 你可以不妨推測 大膽推測 如果通脹是穩定的 慢慢下的 那它就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通脹不是穩定的 慢慢下的 站在那裡的 不下的 那它可能要半厘的 如果翻兜上的 那它可能要再四分之三 就是你可能預計是這樣的scenario 都像的 上一次鮑威爾就是這樣 就是洗腦大家 大家要看一個 X housing的服務通脹 但是最新 哦 升一塊 是啊 升一塊 竟然是它洗腦式 大家要大家集中火力 看那顆水升得最快 這個才最 其實又不是洗腦的 大家都有看的 就是如果你強調那樣東西 都是歸咎回核心通脹 因為核心通脹主要都是這個部分 服務業帶動 服務業也都很和就業是有關的 就業還是強勁的 工資增長還是快的 服務業的通脹還是向上的 那這個沒有辦法 就是還沒做夠了 要繼續 那些人的工資增長加上他們的消費力這樣 我見Peter Schiff 最近都有受到一些訪問 當時他提到 其實不單止要加息 還要走一個財政的政策 總之你不要令到那些人 還有那麼多錢去洗 去消費 從而落高物價 但是從來 你看這段時間 聯署的加息 但是同一時間那些財政政策 因為他們都還在抵抗 究竟是否繼續出這些津貼呢 這樣成的嘛 就是你看是不是都真的要兩者相管齊下 才真正可以達到 接下來的壓抑消費 壓抑通脹這個目的呢 壓抑菜價和壓抑通脹是兩件事 不是 再說菜了 出來 回來了 那你如果服務業通脹就講來講去 你壓死就業 壓死經濟就可以了 壓死消費就可以了 現在他又不敢 又不想 如果單靠價值還未達到成效 大手一點啦 收水都是來來去的那些東西而已 減少銀根 印少些銀子 因為賣多些債 直接收回多些錢在市場裡 一加息就做了這些東西而已 力夠不夠 力不夠力就壓不了 現在其實通脹是高的息率的嘛 短息夾到差不多4、5厘 你說和核心PC差不多長的那些不是嘛 實際上很多人借錢 看長息就看10年的嘛 10年的那些還要4厘左右而已嘛 夾到那些息夠 就是你那條U-Curve你夾到譬如短那裡5、6這樣 和那個通脹你現在你核心PC 做整體CPI就4、5、6左右了 你這條Curve和那條Curve是cross的 有些tenner 有些計算計出來有實際的正利率 你才會說政策是偏緊的 現在都不是很緊的 現在估計的中性利率是四字頭的 你現在的息率都做到四字頭 你最多都說中性 你中性高一點點多 或者中性 你怎麼期望那個服務業、製造業、就業那些會下呢? 但是長息呢 還要看回市場對於 就是接下來那個經濟的環境的判斷 除了你那個息口向上通脹的之外 那些大錢 那些大戶的錢呢 又真的保持著拍去債那裡 我見美人那個資金流呢 就是剛剛對上個星期已經只是擺債了 甚至貨幣市場基金 你的股市彈到這些位 你還入市嗎? 好像你那樣都是職日的嘛 夠了 是不是? 你真的坐過夜了嗎? 沒人制的嘛 你知道大錢很難好像你那樣玩職日的嘛 是啊 有的新報 你那個樓都很大 我知道 但是機構性投資者不會這樣玩的嘛 出出遊遊麻煩的嘛 都是擺債為主的 剛剛班菲特給股東的那封信也看到了 未來一段時間都會繼續大量持有錢 又或者是國債 美國的國債 所以很反映其實那些大戶的風向 持有短的那些 六個月的那些做到五厘了 挺低做的 就是你的錢大也挺低做的 坐定就贏硬的 不會吧 不會吧 二次 就是 我 你 你 谢谢观看